� toolbar正向 室内空气不OK 植物战队帮到你 嘖咳咳 香港的空气质素一向都好 我们近年的确越来越少见到那个蓝天 回到环保署今年第一季 路边监测站空气污染指数 有9成时间都是偏高至15是水平 長年累月吸入這麼差的空氣,對健康也有一定影響 最近外面的空氣真的差,幸好回到入屋就好一點 別以為回到家裡,調氣就順暢才行 其實室內空氣一樣充滿看不到的有毒物質 我們每日平均有七成時間留在室內,真是避無可避 原來家裡的建築材料、家具和清潔劑等 都會產生大量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還有,煮菜時會釋出一氧化碳 Office的影印機又會排出臭氧 石化產品和塑膠,還會釋出致癌的甲醛 揮發性有機物質多,有很多東西 但其中我們還抽了一隻出來,特別去量它,就是甲醛 我們特別關注它,因為第一有刺激性 第二就是確認了它會致癌 幸好,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 對付這些室內毒物有它 美國太空總署都有研究過 因為太空機窗裡有比較有毒的氣體出現 發覺原來有些家裡種植物 或者在office裡放的植物 就可以將裡面的揮發性氣體吸收了 整體的嵌量降低了 在室內種多些植物,這場植物大戰污染物在所難免 全靠植物日級夜級,這些有毒物質才可以減少 譬如葉外有些氣紅,室內的氣體進去 植物本身有些酵素分解 盧教授建議,我們可以種蔓延青,虎尾蘭等 100呎左右的地方種一棵六至八寸直徑的盆栽 就可以發揮功效了 其實種植物除了可以淨化空氣 原來還可以洗滴心靈 下一集跟你說說 成竹ír的鵝 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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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